大家好,天下传播,今天是3月13日,中国的星期五周末,讲一个轻松点的话题,口罩,对,就是这种口罩。 这些都是我从中国带来的,美国没有口罩,主要是不生产,现在更是买不到。 主要讲一下东西方,特别是中美对戴口罩差异,表面上有个解答的戴不戴口罩差异之大,比戴不戴安全套还要大。 只说一说,这是个轻松的话题,其实一点也不轻松,是因为现在的局势是越来越紧张,越来越严峻了。 就在今天,川普总统宣布,这个病毒来自中国,这是来自外国的病毒。 那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,新州的外交部发言人赵立杰,则说病毒越自美国。 川普总统不仅这么讲,他本人也遇到了点大麻烦,甚至有生死的安危。 为什么这么说呢?因为上周六,他接待了来访的巴西总统,巴西总统随行的新闻秘书,回去以后感觉身体不舒服,以为得了流感了,去检查。 初步检测的结果是呈阳性,新冠状病毒呈阳性。 那么他呢,来了以后跟川普不仅是见面,而且呢,握手,加塞一起合影,最终还一起共进晚餐。 所以如果他真的要得了,会很可怕的。 那么川普要不要隔离呢?或者说会不会下午怎么样呢? 现在呢,这个巴西的官员正在等待第二次检测,确认到底是不是。 如果真的确认的话,首先川普恐怕要隔离,甚至像他这个年龄,他是四六年人,今年七十三,这是高危年龄,非常麻烦。 我们知道这次不管在中国还是美国去世的,往往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,特别在美国基本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。 川普隔不隔离,隔壁的这个加拿大总理今天是自我隔离了,因为他妻子,他太太今天突然感冒。 咳嗽,发烧咳嗽,为了保险起见呢,他让太太去解册,他呢就在家里办公了。 他认为是一般的感冒,但是呢,为了保险嘛,还是先自我隔离一下。 那么川普有没有可能呢,大家都在关注这个事情。 不仅是在执政的川普,在野的民主党总统竞选人桑德斯,今天也说这是一场战争,预计美国死亡人数会超过二战。 那么二战的美国死了四十一万人,由于在本土打的死的人是四十一万。 那么按他说会超过四十一万,这是非常可怕的数字。 不仅如此,昨天德国总理默克尔也发表讲话,说预计德国会有超过70%的人感染新冠状病毒。 这个就非常可怕了,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,一定会超过二战德国死的人。 因为欧洲现在全面失控了。 现在来看,中国人当年受苦,受难,挨骂,现在可能是过得最紧张的时刻了。 现在局势达到了缓解和控制。 可是在过去的六七周,西方国家,欧美对这个事情比较轻慢,轻视,懈怠,缓慢。 现在局势是越来越麻烦了。 特别是中国早期,开始的时候有所埋报,对国内到没怎么公布,在捂这个盖子。 可是1月3号,从公开的信息来看,是给美国通报了疫情,并没有引起美国的重视。 那么现在美国就这样了。 不仅是这样,美国的整个生活方式还在改变。 一是股市大跌,今天又跌了10%,短短几天公布,美国的股市从最高的29000点跌到21000点,快超过1万点。 我们说的10%指的是道琼斯指数,道琼斯是有30种股票,选择30家股票构成的。 那么个股来说跌的就更狠了,因为美国的股市不适合涨跌停限制,不像中国的最多跌10%, 好多股票我看都跌了70%、80%,一天就跌了70%、80%,有些过去虚高的一些股,跌40%、50%都很正常,哀鸿别远。 认为这么发展下去的话,好多人不会由于得病死或者被吓死,很可能由于破产要自杀。 因为这个股票确实太毁人了,美国呢,由于前11年,过去的11年,这个股市一片看好,天天都在涨。 好多人呢,把这个身家性命,所以都带着款,有的杠杆,炒股,这一下跌起来谁受得了。 你听着吧,看着吧,很快我就会不断,会有人,有各种原因会被自杀了。 川普宣布救世,也没有什么好招,他就是说,都一些比较虚的吧,拨150亿,杯水车薪。 另外呢,他为了这个美国的安全宣布,停止欧洲来美国的航班一个月,一下子引起了股市更大的跌,特别是航空股,带同跌相关的旅游啊,娱乐,非常的可怕。 这已经严重影响到了美国人的生活方式,比如说,昨天正在主战的NBA篮球赛,由他学生队友球员被确认感染,已经检测出结果。 那么正在比赛的时候,警察警察警察进来,掐紧结束比赛,去赶人群。 随之,NBA官方宣布,今年赛季的所有的NBA比赛停止,取消了。 此前,美国有个大学生的篮球赛,联赛已经是实行了无球迷,无关注比赛,他们主要是为了打名次,晋级。 现在美国的好多名人也中招了,最后名的就是TOM Hacks,TOM HANKS,男演员,也过拯救大力瑞恩,安甘正传,费城故事,非常著名的演员。 而且不仅是他一个人感染他们夫妇,从澳大利亚拍片期间,感染了这个新冠状病毒。 这都是离我远的事儿了,离我近我身边的事儿呢,今天早上五点半的时候,突然接到电话,说我们当地协教育局打来的, 他说所有的公立学校,中小学,今天起停课。 因为美国的学校,公立学校有校车的嘛,他分别是六点,七点,八点的,一些小学生,出桌生,高中生,所以上学比较早。 他要赶在这个之前,今天班车没有了,校车没有了,学生停课,学校关闭。 这就很麻烦了,大人要上班,孩子怎么办,美国的法律,孩子又不能大多留在家里,那你这上班呢,就当务工资也必须请假。 不上班的话,那又得花钱请人来看孩子。 好多单位啊,现在已经在家办公了,有一些这个可以远程办公的啊,未来呢,可能局势啊,更麻烦一点。 说一下昨天啊,我那是正常的去美国一个超市啊,Costco超市购物。 没想到哈林达有几百米啊,就开始堵车啊,进了停车场以后嘛,啊,等了好半天啊,踩着到一个车位。 平时那个主要是,啊,礼拜六啊,稍微有点难找,但也能找到啊,绝对不像昨天工作日啊,竟然那么多的人啊,找不着车位。 等了半天啊,有人买了东西走了,才有一个车位。 进去以后更是不得了啊,人们上人们还都在抢购啊,这种主要是水、手指、米、面、油啊,这些东西。 最后接仗的时候,更是排了长队啊,十几路纵队那么长啊, 跟我一起排队的一个老太太,啊,美国老太太说,啊,社群木耳来了嘛,她从来没接过美国人这样去下落,这都怎么了。 啊,这就是美国的情况。 啊,但是那么多的人,我注意看了一下,没有一个人戴口罩。 我出门的时候,我太太电话提醒我啊,记着戴口罩,可是我一看,没有一个人戴口罩,我哪里敢戴口罩啊,啊,世界是小,这个这个民生适当,万一被人欺失彼,什么的,很难受的啊。 啊,昨天看到一个视频,啊,在美国洛杉矶,啊,有一个少数族裔的,啊,一个人拿刀去捅,一个亚裔,啊,戴着口罩的一个亚裔,这很可怕啊,啊。 就在美国的这个意识里边,自有病人,啊,有病的人,啊,这个,准备刚患事的人,啊,不正常的人才戴口罩,正常人好人是不戴口罩的,这样就导致这个,这种文化认识又跟这个防疫结合起来,也导致很麻烦的情况,啊,所以我们现在比较看一下美国这个,到底这个,为什么不戴口罩啊,首先说一下为什么中国人啊,包括亚洲啊,日本韩国为什么戴口罩啊,特别台湾啊,现在这个, 这个,一旦有的疫情呢,宣布停止口罩出口,出口,通过戴口罩呢,有效的把这个疫情控制住了,啊,中国人戴口罩呢,无非就这么一种情况,啊,第一种,就是说是,防这个雾霾,啊,空气污染,这些年戴口罩的越来越多,啊,第二种呢,就是,有些人怕冷,啊,怕风,啊,特别是在北方,啊,冬天比较冷,啊,挂着大白,带着口罩,啊,还有人呢,可能, 黄粉过敏,啊,或者什么的,不是,啊,戴着口罩,啊,还有些人呢,是,害怕别人打扰,啊,或者说一些漂亮的女性啊,一些明星啊,啊,戴口罩,我再遮起来,啊, 啊,那么最后一种情况,就是说,害怕染病,啊,预防病,啊,你说这个有病人戴口罩,好像不是这样,有病人他就不出门了,啊,或者在,在医院治疗, 大多数人戴口罩是害怕别人传染病给他,啊,这是中国人戴口罩的一些,一些心态,那么美国呢,在美国来说,第一,只有病人才戴口罩,啊,正常人好像是不戴口罩,啊, 啊,所以你戴口罩会不会被人歧视,啊,说你,你到处跑人家啊,有病就应该在医院呆着,啊,而其他美国人认为,戴口罩是害怕把病传给别人,啊,不是说我戴口罩防止别人把病传给我,第二种情况呢,就是说,有些人恶搞,恶作剧啊,啊,啊,开玩笑啊,或者不怀好意想干什么坏事,啊,比如说抢银行,啊,抢街,啊,什么打劫等等,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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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戴口罩,因为口罩这个词,啊,mask,啊,跟,在英语中跟这个,灭,灭罩,头套,啊,面具是一个词,所以,人们一般是不戴这个口罩的,啊,第三种呢,就是,认为恐怖主义,啊,恐怖凤子才戴口罩,啊,好多国家,啊,特别像法国,有这个反蒙灭法,啊,正常人并应该戴口罩,啊,这个,所以美国这种文化有这些原因呢,就不戴口罩,啊, 而且这次疫情爆发以来,啊,不管是专家还是政府,啊,都多次强调,一再说,啊,正常人不需要戴口罩,啊,第一呢,只有病人,啊,才,才需要戴口罩,啊,第二呢,不戴口罩,把更多的口罩留给这个,啊,医院的护士和医生,啊,因为美国现在非常缺口罩,啊,美国现在是有三亿人,啊,口罩的储备只有三七万,啊, 啊,连这个医生,护士都不够,啊,那普通人,嗯,就是想泰也买不到,啊,除非你世界有储备,然后从其他地方买到的,他们认为正常人只要洗手就行了,啊,而且在他们的文化里面认为,啊,有病的人应该戴口罩,好多传在别人,问题是这个新冠病毒跟其他病不一样,他有潜伏期啊, 他,病人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有病,啊,就像我们上次,这个,我们提到那,啊,巴西这个官员来接川普的时候,啊,他如果觉得接有病,他肯定就不来了,或者戴个口罩,当然戴口罩他个不该来了,问题他不知道他自己,啊,到回去以后就确认,啊,检查会有麻烦,那西方人认为你有病才戴,正常人干嘛戴口罩呢,啊,所以,我现在,至少在我住的这个地方,美国东部啊,在华盛顿周围,偶尔出去一趟,看不到什么人戴口罩, 另外呢,美国人,啊,好多人在美国有一个误区啊,误解,包括对欧洲啊,认为都是地广人稀,啊,欧洲的人,啊,欧洲除了俄罗斯,啊,地广人稀,啊,人口密度小以外,其他国家,任何一个国家,啊,人口密度都要比中国大得多得多得多,啊,非常的拥挤,啊,美国呢,地广倒是对的,啊,但是说人稀也不对,啊,美国有三亿多人, 设计第三人口大国,啊,第一,中国,第二,印度,第三就是美国,啊,你能说人稀吗,啊,如果西方国家,啊,因为这个汽车普及和这个轨道交通,啊,普及比较早,啊,仍相对住的风散,嗯,但是大城市人口仍然非常非常多,啊,你去这个,纽约,你去罗山西,你去,啊,这个,这个,湾区,啊,就经商人非常非常的多,啊, 啊,有一些人是住在乡下,啊,啊,别,别墅里面,呢,大量的人在城市里,还是住在公寓,像中国医药的这种,大约楼里面,啊,非常的密集,你去曼哈顿看,啊,高楼林立,而且不管是在写字楼,在这个地铁,公共卫生街,广场,街道,一样的堵村,一样的人民集,啊,特别上下班,高中的时候,所以美国,真的一旦,啊,病情传染开,啊,由于这个,不戴口罩,其他一些原因,啊,很可怕,传染得非常快, 但是他现在又是一种生活方式,啊,就是不戴,啊,就是主张洗手,啊,或者尽量的躲在,啊,家里,啊,但是现在非常可怕在哪,这个数字不大在上升,啊,从开始的,啊,几天一粒,现在呢,一天几粒,啊,到后来的,啊,一天十几粒,几十粒,昨天,啊,是一天增了一百多粒,到了一千一百,啊,一十八,今天一下增了三百多粒,到了一千四百多,啊, 啊,我们知道,这个,一干,一旦且呼吸过了,啊,这个,各种接触,漫延开来,这个病传染非常快的,很可能是几何,啊,几何量级的增长,啊,就像中国,早些年,啊,天那个武汉,啊,那个情况,啊,每天都是几千几千的,啊,但是现在中国,啊,控制住了,啊,可以说中国,不管怎么样,啊, 啊,这个非常惨重的代价,啊,毕竟还介绍了,啊,一月三号,中国就通报给美国,可是在过去的六七周,啊,近两个月时间,我不知道美国人在干什么,啊,非常的轻嘛,啊,要么对外在批评,指责中国人,啊, 啊,嘲笑意大利人,啊,嘲笑伊朗人,要么对内就是什么,啊,啊,这个,选取,啊,股市,啊,这对事,啊,现在呢,终于拿来了,啊,我不知道下面怎么发展,啊,还是我说那句话,美国人喜欢说上帝保佑美国,啊,in God we trust,啊,由于相信上帝我们在一起,啊,那只能呢, 祈求,啊,上帝保护了,啊,那么也有好多人不信教,啊,那只有做好自我防护,啊,爽出门,啊,呃,希望一起能快点过去,啊, 天下又出什么事了?